台灣人要對自己有信心 我要告訴各位說 台灣真的第一次亞洲人代表人打進了八強 可是我是覺得這八強還要加一強 自從馬英九上台以後 台灣人都在撞牆 來 那個慧如 我說真的 我聽了馬英九這句話以後 我真的就是有一點腦充血的狀況 我需要冷靜 就是 我坦白講 不管藍綠對於運動選手其實的栽培和照顧都不夠 但是至少在過去民進黨八年執政期間 在體委會預算過去有幾十年來 一年大概都是26億左右 那在阿扁和謝院長主政的時候 把體委會的預算從26億提升到45億 提升了將近一倍 然後蘇貞他院長又提了幾億這樣子 就是這一連串的過程 那在那幾年之間呢 因為有體委會的黃金計畫 所以盧彥勳每年可以拿到大概100多萬的補助 雖然還是不夠多 但是已經對他有相當大的幫助了 可是這個預算在馬英九上任之後 就再也沒有給盧彥勳任何的補助了 今天馬英九你沒有任何資格來消費盧彥勳 因為你在他的職業網球的努力過程中 沒有盡到任何的幫忙 你唯一做到的就是在他打到八強的時候 發個賀電去消費他而已 你沒有資格講這些話 那而且把ECFA扯到盧彥勳 這不是很莫名其妙嗎 就是說盧彥勳是一個體育選手 你為什麼硬要把你自己的政治目的 摘到他身上去消費他 過去盧彥勳為了台灣代表台灣出賽 他拒絕了中國每年給他2000萬 只要他代表中國的要求 他今天為了做這些並不是為了馬英九 也不是為了別人 他為了他自己以及他所代表的這一塊土地 可是馬英九你替台灣人做了什麼 你替台灣的運動選手做了什麼 你可以告訴我嗎 是 我可以告訴你 馬英九為了讓這個盧彥勳 能夠受到更多的挑戰 所以把他一百多萬給廢掉 因此增加他的挑戰 如果沒有我馬英九把他一百多萬 我上台把他一百多萬的補助給砍掉 那他會活得更舒服 因此他挑戰度就不夠 對 我再補充一下 台灣到現在為止 唯一一個在國際比賽 可以合格的網球中心在高雄 是幾位民進黨主政期間 建的陽明網球中心 台北到現在沒有一個 在世界網球協會的標準之下 可以合格舉辦國際網球比賽的場地 你有什麼資格說你愛好體育啊 是 這個說真的 我印象裡面 馬英九上台後 台灣包括曾雅妮 包括之前一個重球的國手 幾乎都被逼走 那曾雅妮是中國 台灣不要你 那我中國跟你招手 曾雅妮也沒有同意 來 我們稍微看一下另外一個 那麼馬英九你紀念拿 你拿這個